人用藥物盡當寵物用藥 受醫優全台大缺藥 國內限約140萬隻寵物犬 80萬隻寵物貓 生病時超過8成 都是使用人類用藥 單供藥給寵物醫院的台育藥廠 上月缺少衛生單位 已將人用藥品供應給寵物醫院 違反藥事法為由 要求改正 藥廠從本月初開始 拼植賣藥給寵物醫院 受醫界災新引發骨盆效應而斷藥 受醫界表示 動物用藥市場太小 全球很少有藥廠生產專用藥 因此包括寵物使用的點丁 抗生素 腸胃藥 止吐氣 抗過敏藥 洗身藥水及衣材等 都是人用藥 呼籲比照美國修法 讓受醫師能引人用藥物 治療動物 包括中化 永鋒等藥廠 目前也都供藥給受醫院 但強調若衛生署嚴格執法 將會配合 農委會表示 必須以人用藥物治療動物 若衛生署不能解決 恐引起獸醫 四主和動保團體反彈 衛生署則回應 會評估修正藥事法 等新聞台北報導